汇率 小波的生日快到了 住在香港的姑姑 寄给爸爸八百元港币 要他帮小波买生日礼物 姑姑好棒哦 我要买一本我最喜欢的故事书 哇 这么多钱啊 你可以多买几本咯 可是一本故事书就要三百多元 八百元最多只能买两本哦 这可是港币八百元 换算成台币大约有三千多元呢 哇这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和台湾是使用不同的货币啊 每个国家的货币都不太一样 价值也不同哦 好好玩哦 钞票还分比较有价值比较没有价值的哦 是啊 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 通常要看那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经济状况 例如一美元大约可以换三十二元台币呢 哇 所以只要几块美元就可以买一本故事书了耶 对啊 不过货币的价值也是会变动的 所以有时候一美元只能换三十元台币 有时候一美元可以换到三十五元台币哦 那如果要把美元换成台币 当然要等美金可以换比较多台币的时候咯 但是如果你要出国玩 要把台币换美元 就会希望用比较少的台币换到比较多的美元啦 哦 对耶 我怎么没想到 来 现在你来算算姑姑实际上给了你多少台币吧 如果今天一元港币可以换四元台币 那么姑姑给你多少元的台币呢 那简单 八百乘以四等于三千两百 总共三千两百元台币 好 再考考你 如果我想寄三千两百元台币给姑姑 换算成港币又是多少元呢 三千五百元币 cuid items 我 你 停 那 我 你是 三千 你 information 就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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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